恭喜更丹粉丝第一桶又涨停 我们今天正式调高钢铁的平等之外 电子股的机会也来啰 记住我的名言暴跌隔壁注册暴利 另外联发科会引领很多电子股 重返荣耀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江江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 今天节目开始呢 三个重点做个提醒 第一个从现在起 我们带会员锁定的股票 都是波段具有3到5成获利空间的标股 欢迎各位赶紧跟上 第二个呢你如果还没参加 江老师Telegram的粉丝赶紧做加入 因为我们盘中盘中的讯息 做在Telegram会有很多则 提供给各位做盘中 就可以当做参考了 第三件事情呢暴跌的隔壁注册暴利 为什么你要确定它是多头 美股能够创历史新高 代表台北股市不可能独自走空 那暴跌隔壁为何走出的暴利呢 因为季线生命线 人是往上走的 前几天爆量我特别讲 我怕量缩 量小行情就走空了 因为量大 因为量大代表资金充沛 然后季线呈现上扬 所以呢这个量大 是未来台北股市呢 会再创历史新高 最大的支持力量 三个重点提醒大家来看节目了 好 我上一次在16577讲什么 讲每一次回答的地链都是未来的底部 懂什么 每多头市场 我待会会拿K点图给各位做个佐证 指标辅助型的指标 每一次多头的修正不可能每天涨嘛 好一定会有涨多的修正 就跟我跟各位讲过的老人鱼狗的故事一样 狗偏离太远会回到老人的身边 的道理是同样的 来 上一次16577 我斩钉截铁说是未来的底部 每一次多头修正后的低点 都是未来的底部 有没有印证嘛 后面涨了1100点对不对 好来 有没有 所以我们创造了台生科威钢 石拳亚聚同时化等等的获利 有没有 会拉回席一下再涨 好 昨天讲什么 台北股市趋势人士多头 中段整理结束后 人会创历史新高 这是我昨天的结论 是不是 现在就等什么 等他何时能够修认结束嘛 好了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今天出现一件事情 我先讲我的名言 16800 这个记住我的名言 暴跌隔壁总住着暴利 再一次 暴跌的隔壁总住着暴利 不要怕暴跌 修正后的机会 你要能够勇于去把握 好 那为什么再说 在等待过程当中 我认为今天顺便变化 而且未来几天 MACD会收缴 我再会做详细的解析 好来 因为美国道琼创历史高 对吧 昨天创历史高 什么意涵 就是说你过去十年以来 你任何一个阶段 任何一个任何一天 你去看空美股都是错的 没错吧 对哈 因为他创历史新高啊 对不对 说在多头的情况之下 这样这几天很多人 很多同业套牢 四成五成的电子股 全部砍光了 砍光之后是反手去放空 我认为那是不治的 待会会说为什么 来 美国道琼创历史高 证明过去十年 任何时间看空都是错的 所以我说坚持不看空 因为他只是 多头底下的中断整理 好那为什么呢 台北北股市资金 资金面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过去十年 甚至时间长远一点 过去三十年 外逃到中国大陆啊 这个东南亚的资金 纷纷回流了 特别是从中国回来的资金 就是从中美贸易战以来 在投资产业的结构面 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那些资金回来之后 他不会再出去了 第一个没有诱因 第二个无处可去 懂意思 所以台北股市资金面 短期之间不会有变化 那基本面呢 我们是掌握了圆区的第一手讯息 从各个产业次产业 电子类股里面的次产业的采购 我的朋友那一些 或者的讯息 就是我以前做记者的人脉 电子股下半年 产能满载的 想办法去扩产的 涨价的 跟客户溢价 请各位赶快来下单 你如果再不下单 不把明年2022年的 产能预约起来 那后来就没产能了 没产能你就付出什么 涨价的代价了 懂意思吗 所以特别股市的基本面 特别是电子股 非常之好 好到不得了 甚至比美国更惊艳 所以呢 他能够创历史高 我们没有走空的可能 所以我说暴跌的隔壁 注的暴利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 跟各位分享 来 这是我的这个QR Code 你可以扫描QR Code 这是生活圈 这是Telegram Telegram更重要 为什么盘中讯息 全部免费在Telegram 跟各位做分享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搜索ID的方式 小楼鼠WIN58899 成为江大老师的粉丝 这另外这是我的解盘频道 摩托头顾点鼓成金 江国中分析师 请各位一定要订阅 按赞跟分享 订阅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 我会再额外去录制什么 录制产业的爆料的短片 给各位做参考 把我掌握的第一手讯息 可以利用短片的方式 跟各位慢慢的update 让你对产业的知识的了解呢 能够更全面 可以有助于这个波段的操作了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订阅 按赞跟分享哦 来点鼓成金 把资金时间浓缩起来 把主身段标股给他做好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Telegram 这个很重要 再讲一次很重要 非常重要 为什么 看今天盘中 如果你有看我Telegram的讯息 你就知道今天盘中下沙 到翻黑的时候 绝对不能够看空 是不是 因为我讲了 我讲就是道理之所在 来 好 我们的元金 旺久 旺久已经出光了 元金等下一次翻多的买店 然后呢第一桶 有没有 20.15 20.15到64.7 昨天前天跌停哦 跌停我说不卖 坚持不卖 结果昨天涨停今天又涨停 是证明专业的判断真的很重要 好 来 好 OK 来 另外来看盘市了 注意听了 注意听 认真听 我认为未来两三天 MACD会收缴 我给各位历史的证据 来 好 我在1月4号 14902 各位预告 1699会来 未来是不可预知的 但是我勇于呈现 我们独家超厉害超强的技术 14902预告16949会来 有没有 结果来了 是不是 1月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位置 14902预告16949会来 真的来了 好 再预告16577 守住还是多 是不是 好 预告技术则称奇嘛 通通事先讲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转折 是马后炮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16577 你上一次相信我 没有 我说过 快速回档 还涨急跌 是多头特性 好 急跌过后呢 16577你把握 你勇于把握 你霸气把握呢 后面1100点是你的 好 上礼拜 4月9号有没有 廉价之前有没有 我说先下后上 先下后上 所有的依据 所有的判断 都是来自于什么 对 手的技术分析的熟练度 有没有 上礼拜预告会拉回 你今天自己看啊 上礼拜17566 预告会拉回 那今天是16800 你看到什么 你这张图你看到什么 是上礼拜要拉回 4点讲真的拉回 然后呢今天出现贝离 是不是 主力成本在超卖区 散户融资大减 果然如我所说的 散户卖过头 主力会低接 在筹码经过换手之后 今天出现贝离 多头的低档贝离 有没有 创创新低嘛 贝离不是看下影线 贝离看收盘价 是不是收盘价跌破的前低 明显破前低 指标没有啊 所以明显贝离 你看哦 上礼拜要拉回事先讲 今天盘中贝离啊 也事先讲你要把握了 是不是 ok是不是 好尾盘呢 收在 我来看 今天收盘收哪里 今天收16994 毕竟1700啊 是不是直接拉了200点 好 好 我们现在这张图 在各位做解析 为什么我预我的研判是 未来几天 MACD可能会收缴 来 台股没有单独走空理由 第一个基本面太好 有没有 我昨天跟各位讲的 台北股是因为 基本面充Q1太好了 好到破表 造成短时间之内融资 就是快速的 冲攀升 变成短线筹码太乱了 那主力看到筹码一乱掉之后 就有什么 上下起手的空间 所以先杀一波赏户 是不是 好 Q1基本面太好 冲太快 导致赏户筹码过于混乱 杀嘛 杀下来杀赏户 让很多人套牢之后 砍光反手放空之后 准备修理空单第二次 修正后未来重返荣耀 为什么 独家消息 原区来自的消息呢 第二季第三季 涨价次产业会很多很多很多 听清楚是很多 半导体MCU PCB非常之多 即将涨价 或已经确定要涨价 但是新闻还没有公布 我先给各位讲 也就是说16800分批不举 台北股市我认为会创历史高 会创历史新高 筹码大清洗以后会喷喷天 同胞来 这是K值50以下 这是日线很难得 你看过去的经验 过去你买在50以下没有输过 从去年8500反多以来 你只锁定K值日线K值50以下 你去买进没有输过 是不是K值50以下 K值50以下 是50以下今天也是啊 有没有 好那今天50以下呢 双线人多嘛 先卡位一些很快就收脚 我的判断是很快会收脚 来我拿这个图 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来看交线股条纸的历史图 好的来 我跟各位做个说明 好顺便划线给各位看哦 好同胞你注意看哦 好这是去年的8525点 好同胞是不是这里开始双线反多 MACD双线反多 他只要不再跌破 他都是多头 从这里以来双线从来没有翻空过 从这里以来 从这里以来双线没有翻空过 有没有 这是基础指标存在的价值 你要学习他 你要认识他学习他熟练他的规律性 有没有好 那双线没有走空情况之下 曾经做上底翻黑啊 所以每一次都每一次都是认为什么 都是基础指标呈现 都是多头趋势下的中断整理 好你看哦 过去的中断整理 除了这里起涨之外 除了起涨之外 一次 50以下 两次50以下 三次50以下 四次50以下 今天是第五次 今天是第五次 你每一次有没有 都是因为跌才有50以下嘛 都是因为跌才有50以下 每一次都是先拉回 拉回之后呢 每一次都是出现 50以下代表什么 先拉回先拉回 先拉回 好先拉回 这一次也是先拉回 可是拉回之后的多头 全部都是创新高 有没有 都是创新高 有哈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而且我的判断是 波段以来哈 第五次 第五次 非常好的机会 好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 而且我的判断是 因为今天这K值 波段了 一年多以来的多头 今天是第五次 看到日K值50以下 因为这个理由 因为这个讯号 所以我的判断是 未来两三天 你会看到什么 MACD收缴 我们先讲在前面 未来几天来做验证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了 也请各位一定要把握 再把握了 好的 五月布局什么 景气太好 我待会讲中钢的估值 被调高了 那美国的65兆大基建 直接收尾股 就是大成钢之类的 好那联发科 估值至少1500块钱 比如说过去几天 主力非常之狠心 他用什么的方式 洗这个上个礼拜之前 最高的融资 他用把这个联发科 很好的基本面 把它压下来之后 造成联发科的 这个本益比 似乎给他一个天花板 好那联发科的本益比 在货币太低的情况之下呢 其他股价冲太快的 IC设计股 就被往下比价了 所以纷纷的 跳水跳水跳水 重挫重挫重挫 好主力达成目标之后 他会反手起来 把联发科的本益比把它提高 如何提高 就是股价冲高就能够提高嘛 是不是好就说 接下来的联发科 假设慢慢的往上做推升 我再会讲一二三法则 好推延之后呢 会把最近重挫之后的IC设计 一支一支一支 如雨后春笋般 慢慢的把它扶植起来 带动起来 且各位拭目以待 指稳后 会带动很多回测季线 多头市场 第一次打到季线买点 是不是当初我们第一桶 是这样子买的 当初第一桶回测季线找买点 赚超过两倍 是不是 所以指稳后会带动很多 回测季线的电子股 预估的期望值呢 会有三成四成五成 请各位把握 好机会确认出现之后呢 一周赚两成 三周赚五成 我先预告 会是很容易的事情 请各位拭目以待 好主身段哦 只做主身段 来元金我们等买点 为什么说我元金等买点呢 好 再跟各位讲一次 6443的元金 是不是低档了 他这个已经来到低档了 是没有问题 K值来到低档 每一次的低档 都伴随K值超卖了 每一次他都是低点 他每一次都是低点 现在是等这个翻红 一翻红我们就加码 耐心等我的 会员等我的通知 好OK 来 再来 第一档有没有 头发你看是不是基线 当初什么 从33跌到20块钱 33跌到20块钱 跌很多啊 跌到你会心慌慌 你会反空啊 可是你对基础基础分析 要有什么信念 你要学习认识他 学习他 然后相信他 多头市场低着回气线 买点 就很单纯有没有 20.15然后呢 你看到不得了了 绝对不卖 绝对不卖 912% 138165179 20721 昨天前天跌停不卖 有没有事人讲 有哈 好 霸气不卖 昨天喷涨停 好今天继续喷涨停 有没有 而且准备创 再创新高 来 我说过 找到并做自己 呃 正常的事情 会发光发热 有没有 要赚就赚主生断 越赚则必须三点多 对不大大成钢有没有 对不来 杨正希好 那今天今天大涨8% 来对不来 这个很重要 中钢 中钢 我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 中钢的获利 重返2007年的高峰 对不 2007年多重要 中钢前波景气循环的高点 在2007年 那那一年建高之后呢 景气反转 股价开始崩跌 对不 如果他还是景气循环的话 他现在有可能是不断高点 可是就来了 这个碳中和趋势下 变成钢式的龙井会延长 而且我们预期是下半年 铁矿砂的报价会稍微回 往下回一点点 但是他说他说 这是他的原料啊 原料往价格往下降 获利又往上做提升了 所以变成说钢式的龙井会延长 变成说他跟2007年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当初的景气循环的高峰 就是说现在的中高的高峰 还没到顶 而且还会做延长 所以呢 调高EPS创历史新高 就说他当初2007年 获利冲很高的那一年 股价净值比2.8倍 所以现在市场已经法人已经认同 给他相当于2007年景气前波 最高峰的股价净值比2.8倍 因为2.8倍来到之后呢 高获利会成为常态 然后殖利率提材会逐渐做发酵 所以以他的目前的净值18.98乘2.8呢 53块钱投资票来 这是2002的中钢投资票来 确实没有错哈 股价股价有创什么 创新高哈 好很明确哈 来 对不对 好的吧 这是一个中继的相形 就说股价呢 涨一波之后 他进入什么 进入一个中继相形的整理 中继中继相形的整理很明确哈 有没有好今天突破了 股价涨一波进入月台 月台休息嘛 休息之后你要注意他是往上 往北上走还是往南下 很明确哈 现在是往上的 有没有 今天41块钱 如果按照2007年本一 股价净值比2.8倍的话 他的预估值估值在53块钱 假设中钢从未来半年 从4字头变5字头 那你认不认为你必须去调高 钢铁股的平等 所以呢 除了第一桶持续看好 除了大成钢持续看好之外 还新增两档钢铁股 这是我的逻辑 这是我分析的逻辑 这是我赚钱的逻辑哈 给各位同步来做个参考了 OK好 这是针对今天中钢我们调高他的 平等我认为会有一波的攻击走势 我看前波做了什么 财神科有没有 扣低值喷出 因为已经出光了 我们看快一点了 记忆体的模组 微钢十拳通通事先讲 有没有 微钢3×2 十拳2×9 我们也做了中石化有没有 做了31% 我们也抓到了第一季黑马股有没有 季报的黑马股 3.2的亚聚喷到17% 没有卖最高 随便卖又10% 好 出光之后呢 我们锁定的是另外一档 这个是另外一档 硕化坊 硕化股 藏虹休息 喷藏虹 月线转折三连多的什么 上升三法 请会员报老 等待做喷出 好来讲联发科 今天的重头戏投出报来 123法则 123法则 好我说过这一波回撤没有 是阻力的阴谋 他故意把联发科 压进股价压下来之后呢 造成其他IC设计股的 往下的比较效应 结果跌了一塌糊涂 然后呢让很多人 砍在低点 让很多人 多单出光 反手放空 来了 好戏要来了 123法则 1突破 是不是2拉回 3攻击 123法则 所以这是个中继的支撑区 这个很重要 说 因为就基本面而言确实没有错 而且今年第三季天玑2000正式出品 量产之后呢 未来还会用4奈米跟3奈米 所以明年起高通将看不到联发科的车尾灯 那这个讯息这个产业的结构的变化 连美国都在报导 美国主流媒体也在报导 所以它是个趋势 刚才那个趋势说 本一比17倍的联发科 股价往上涨之后呢 会带动最近被错杀的IC设计 4个字叫做重返荣耀 所以呢 投票来 特别留意哈 中断整理区突破 1突破 2拉回3攻击 把握机会哦 好来 请自己看K 前波这里是超卖 散户卖过头主力会低接 结果股价喷翻天 结果股价从上一次喷成这样子 那请问这里是不是机会 这里是不是跟前波一模一样 所以它是不是机会 它是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回撤机械 好真的有够漂亮哈 所以我说 现在锁定的标股 直接霸气暴跌隔壁 霸气的锁定 三成到五成的波段获利 这是我的利润根据哈 过来 好不好来 这也是啊 每次看着抵挡 这个非大胆不可 而且简直是送分体 简直是送分体 你上次买这里 你自己看是赢嘛 第二次买这里你也是赢啊 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买 而且产能满载 就是我讲的原区的来 来自原区的讯息 产能满载公司 因为客户的需求太多了 他必须想办法去扩产 增加产能 而且涨价趋势 直至2022年 不是今年底 是明年 那这种股票错杀之后 怎么能够不好好把握机会呢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都是基本的题材哈 这是MCU哦 这个很恐怖的 这个很恐怖的倍数啊 现货价涨价5到20倍 还没有公布的讯息 自己把握回这际线 你看这个 这个讯号是跟当初第一桶一模一样 好来再看一次哦 这是2009的第一桶 我把线拿掉 我只放一条 请问 这个线是不是跟当初这边位置一模一样 一段上涨后 第一是回到际线 后面呢是喷翻 好的吧你自己看 那这一桶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跟第一桶一模一样的架构现行 而且还有涨价的题材 是不是 所以积极的把握机会哈 好坚持只做主身段 坚持主身抓队主流 专攻起掌 会才能够真正成为赢家 可以利用我们的生活圈 LINE AT留言加168 或者是来电 0800免付费专线 0800668085 一起跟我们掌握起掌的买点 好不好再看一次哦 暴跌隔壁总住者暴利 两个礼拜后一个月后 你回来看今天 你会感谢你今天看到我的节目 全新主任段明天进场 来上周回撤前今天背离了 这是波段第五次的机会 我刚刚有跟各位话过 第五次机会 我认为修正后会重返荣耀 会再创历史新高 请各位积极的把握机会 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拜拜